我们未看过那些文件是甚麽写了甚麽, 但似乎是一种所谓暂缓检控的协议, 暂缓检控协议他亲自透过视像出纽约法院的聆讯, 签了协议,协议换取暂缓检控, 意思是承认了,虽然他无详细说, 现在传闻都承认在伊朗事件有误导回复银行的成份, 承认了有错误,才换取可以回国, 也换取这两个加拿大人获释, 这结果其实真的不令我意外, 我一直都觉得这件事是一种国际之间的角力, 这角力本身最终一定找到一个大家能够接受下台阶, 你应该可以想像如果真的再拖下去, 到年底,画面今年初, 加拿大法院作出一个决定, 而似乎事态发展引导回美国的可能性 都是高,到时又会形成另一波更难处理的问题, 好久引导回来真的开心,是否真的开心, 到时更加难搞了,是吧? 所以这时候昨天一个中局似乎是一个 不太令人意外的结果, 很难想像加拿大引导回美国之后会怎样, 对于美国来讲, 我觉得这件事拖了三年, 之前美国的战略目标已达到, 大家知道三年前, 华为更豪情装置, 英国欧洲意大利, 甚至德国或其他国家, 大部份5G网络的招标成见, 似乎华为都会分到一杯羹, 甚至无了它不够, 任正非有本书, 除了性利别无选择, 当时还放在广州深圳的书城, 放到开了巷, 但三年下来, 如果美国的战略目标 就是要打击这些中国走出去的科网, 龙头企业, 令到他们不能够参与这些科技建设, 令到他们无办法造成一些所谓垄断性的局面, 影响了西方社会的资讯流通, 以至从而控制了一些资讯问题, 甚至改写他们的规则, 从这角度讲, 三年下来, 孟卫允州这三年下来, 其实战略目已达到了, 到今时今日, 华为已成为一间无关痛痒, 基本上在5G世界已成为一个无关痛痒的公司, 它在国内营销去年一年出现三百亿下跌, 可想而知甚至要研究做电动车, 可想而知已去到不无正业, 已不可同日而语, 已不单止华为甚至连小米都同样, 五年前小米上市还说要五年内取代苹果, 现在苹果已出到十三, 华为小米的手机现在落团圆都叫你订过它, 我相而知经过几年时间世界真的不同了, 美国的战略目标亦达到了, 在这时它不再令泥淡越踩越深, 再加上似乎在两框领导人通话我正提出, 用这方法解决了个问题我相信都是一个合理发展, 国内当然利用这件事要鼓吹国内民族情绪, 所以胜利归来,欢迎太子女, 深圳道大厦闪灯了整晚,用这些方式, 事实上这些人的反应都挺有趣, 真好似赢了世界杯,但大家都知道其实 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 这个就算你当它是中国人, 它都拿着本七本外国会照的中国人, 跟一般中国人很大不同, 赢了些甚麽呢,我相信当然它做些甚麽, 我们无法好想握得很清楚, 但它以中国人身份过着贵族自由与放任生活, 这种任性可能经过这次后, 不但华为已起码在短期内, 无法再呼风唤雨, 甚至可能变得无关痛恋, 我觉得宣传就是宣传, 但实际意义是似乎美国在这次事件上, 它达到了自己的截力目标, 至于这件事后会有何發展呢, 很难很简单地回答, 会否因为这次与拜登谈点数, 拜登就给了面子你了, 可以在10月份的G20见一见面呢, 我早几个星期都讲过了, 我觉得无论怎讲, G20大家见面握握握手这个总是有可能的, 因为在这场下都不握握手了这件事了, 所以我觉得握握握手是可能的, 事实上也看到美国似乎有意, 在一些话题上跟中国截断有意义的对话, 不过气候,不过第二阶段贸易协议, 这都是明显的, 所以我觉得用这作为其中一个突破点, 这可能是不能排除,自然是, 但是大家看到了, 国务卿刚刚是讲, 在这件事处理有私益传出, 说孟晚舟引导事件解决了, 其实同一时间差不多, 国务卿出来宣布, 美国政府很快就会宣布他们的印太战略, 跟着美日澳四方就搞安全对话, 新疆问题又再提了, 国务卿都,换言之有很多问题似乎都卡住了, 都会在政治上, 中美在一种近乎冷战的状态, 这都似乎无改变了, 刚刚在欧盟前个星期才讲, 会继续以新疆和香港问题作为他们与中国建交的交往一堆基石, 而孟晚舟获释后, 加拿大方面的反应也很清楚, 你看到澳洲加拿大的一些明评论, 都是讲人质外交这个问题, 当然中国不会承认, 但你要看到那两个加拿大人有一个判了罪, 所谓暂时保审这个问题, 对他应该不apply, 为何可以这样做, 判了罪都可以随时说走就走, 所以你见到孟晚舟回到这件事上, 中国官方或控制的评论都很少 将两个加拿大人莫释这件事拿出来讲, 有些人都不知这件事甚至, 我想而知证明了这真是一种人次交换, 这亦不是第一次, 所以我相信造成那种损害, 特别是中国政府形象的损害很深远, 刚刚加拿大过两月前, 才有一次很大规模的游行, 就是说要让两个加拿大回家, 所以令到加拿大以至欧洲, 以至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更难排除, 这一定是今次事件的代价, 孟晚舟回去了, 但孟晚舟做过些甚麽, 在伊朗事件, 刚才那件事上, 除了是华为的商业行为之外, 是否带有某种国策代办的角色, 这亦会是未来需要关注, 很多人都会想的问题我相信, 为何一个私人企业领导人, 在外国被害干犯一些事, 会出动全国机器, 甚至不惜拘留人质这方式, 来处理, 我觉得这亦受人以口实, 所以刚才说了, 孟晚舟可以回去, 只是反映美国在这件事上要达到的战略目标达到了, 但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以及对中国社会以中国政府的一些负面看法, 其实正正加强了, 亦令往后要打开局面更困难, 到今日以契希望用华为这种科网巨企去参与西方的网络基建这个算盘, 已经完全打不响了, 到处都不让它变得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对中共来说, 这次是一个很大的纪念下来, 都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败在政治上。